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中国酒和盆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我是老梁 那么我们这个系列呢 是给大家说中国各个地方的民歌 那么提到民歌呢 可能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家 咱们是永远绕不开的 那就是西北歌王王乐斌 因为现在我们流传比较广的这些西北民歌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王乐斌创编 你像达板城的姑娘 半个月亮爬上来 青春舞曲 在那遥远的地方掀起你的盖头来 像这些歌曲 可以说我们现在来查的话 如果你了解民歌的话 至少你能唱的歌曲里头 有十几首是王乐斌创编的 也就是说王乐斌对于中国民歌 尤其是西北民歌的贡献 是具备里程碑于 那么像这样一个音乐上的富有者 他的生活非常坎坷 今天呢 我们就借助对西北民歌的这种描述 咱们来捋一捋 王乐斌老人的传奇艺术 很多人一看王乐斌这长相啊 和他的歌曲创作 会先入为主认为 说王乐斌新疆人吧 你看 戴着一个新疆帽子 戴个眼镜 一双山羊胡子 那感觉就像一个新疆流浪歌手 这一双山羊胡子 其实王乐斌不是新疆人 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他家住在哪呢 就是现在北京建国门那一带 他是1913年生人 怎么接触的音乐呢 他爸爸呢 在教堂工作 我们都知道 教堂里有唱诗班 唱诗班就有小孩 在那唱教会的歌 王乐斌小的时候 就是跟他爸爸去教堂 发现这孩子嗓子不错 就在教堂的唱诗班 所以那个时候 王乐斌很小就接触音乐 然后考上了 北京师范大学的音乐系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 基本都是老外在教 王乐斌的老师呢 不是德国人 那就法国人 所以王乐斌那时候就认为 要想学好音乐 那非得出国 所以他的目标是 大学读完了 就出国神造 继续学习音乐 可是这个时候 他大学毕业那年 1937年 他二次大学毕业 我们也知道 1937年7月7号 卢国桥事件 日本全面清华 这时候作为热血男儿的 王乐斌 还出什么国 国难当头 咱得为国家效力 所以他当时绝证了 就赶赴这个抗日的前线 到哪呢 到西北地区 到山西陕西这边 有一个西北战地服务团 他当时有一个初恋女友 跟他在一块叫罗杉 临行前呢 这热血青年嘛 这即将背负前线 你跟我一块去 咱到那去呢 讲来这命能不能在 咱说呢 两个人在北京呢 先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 就表示咱俩结婚了 就这么带着他的媳妇 罗杉 一起来到这个西北地区 在西北地区呢 战地服务团呢 工作 等于是给这个抗日的将士呢 搞过演出啊 或者其他的服务性工作 那么当时王乐斌就认为啊 就说我这个抗日战争 结束之后 把日本鬼子打跑了 再去国外进修学医院 可是几个很偶然的机会 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决定留在国内 什么偶然的机会呢 当时这个战地服务团 来到宁夏 来到这个六盘山山脚下 由于他喜欢音乐 周围的人都知道 当地有个朋友 就给他介绍 说我这地方 有一个名歌手 唱得相当好 是个五十多岁老太太 开个旅店 这老太太 江湖人称五朵梅 那一听这名 年轻的时候就挺漂亮 说歌唱得好 你听得去 就这么王乐斌 就来到这老太太 开个旅店 这老太太一开嗓 就把王乐斌震惊 的确好 当时我们感觉到什么呢 咱们中国的名歌 不只是 那个曲调好听 它最美的就是 有一半是民间威胁 走里走里 这 月有地 我 王乐斌当时把这个歌词 塑记下来 后来改变成 眼泪的花儿把心研了 这是王乐斌 非常早地创作一首歌 走里走里 结果这一下 他找准方向了 说原来西北有这么好听的一名歌 所以接下来他到了新疆 参加西北战地剧团 演戏 唱歌 有一次是大家开联合会 起哄每个人都唱歌 有个维吾尔族的司机 我都不会唱 不会唱 我说不行 你都来 这是跟咱们开联合会起哄的 没办法这维吾尔族司机站起来唱歌 那调 我一听这个旋律 很多人说 是什么达板城的姑娘 这个歌 维吾尔族司机唱完了告诉 这叫歌叫马车夫之歌 确实是吗 带着你的嫁妆 带着你的妹妹 砍着马车来 马车夫之歌 当时王乐斌说 这好听 但是他当时不懂维语 就这么找了一个维族人 给他当翻译 把这个歌词 翻译成汉语 翻译成汉语之后 王乐斌把他改办成 打板城的姑娘 就我们现在听的 你要是嫁人 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嫁给我 打板城你是路 应有品啊 西瓜大有钱啊 那你住的姑娘 面子长啊 两眼就真漂亮 你要是嫁人 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嫁给我 爱上你的钱财 领住你的妹妹 赶上那马车来 当然这个翻译水平不太高 所以歌词出现点误解 就是带着你的嫁妆 带着你的妹妹 坐着那马车来 有人奇怪 说你这结婚 说你带着嫁妆来行 怎么还带着妹妹 这连小姨子一块都给包了 这有点不对吧 这个 其实是什么原因 他原来的词应该是 带着你的嫁妆 带着你的伴娘 这不结婚有伴郎伴娘吗 由于在新疆当地 当伴娘的大多数 是这个新疆 未婚的妹妹 所以他给翻译就执意了 带着你的嫁妆 带着你的妹妹 不是结俩一块药 而是你妹妹来给你当伴娘 所以这是由于翻译过程当中 出现误常 所以现在很多人一听 新疆人真幸福 还有这好事呢 一结婚 直接要俩过来 这是个问题 那么这个时期 王洛宾感觉到了 西北民歌的博大精神 他深深地被西北民间 这些艺术给迷住了 王洛宾不想走 这份是民歌这么好 我应该留在这 整理这些民歌 就这么的 他带着他老婆 洛宾两个人 就开始在大西北流浪 走到哪都是讲 但是在这个阶段 吃苦是吃苦 他迎来了一个音乐的辉煌时期 当时有好多 现在我们传唱不衰的歌曲 都是那时候出现的 你像我举几个例子 有一首歌 阿勒穆汉什么样 长得不飞也不收 有一天春晚有这个 阿勒穆汉 阿勒穆汉什么样 身分飞也不收 阿勒穆汉住在哪里 这歌就是王洛宾 根据新疆歌曲改编的 所以我们今天听 阿勒穆汉这歌 你就发现 世界上各色人等 但是审美是差不多的 说女孩最好看是什么样 阿勒穆汉什么样 长得不飞也不收 不能太瘦 骨感不行 他也不能太胖 就不胖不瘦正好 这是世界范围流行的什么 所以当时阿勒穆汉这歌 王洛宾改编的 再有改编 像半个月亮爬上来 银色的月光下 还有这个青春舞曲 青春舞曲 咱们很多人都听过 太阳下山明早已就爬上来 花儿写了明天还会一样的开 这个歌现在我们很多人听 都感觉到非常上档子 高大上 别看唱的是爱情 它确实有着对时光 无可挽回的流逝 这种叹息 那么这个歌王洛宾改造的 他特别注意的就是原来这个曲调和改成汉语之后音调的结果 你像第一句 太阳下去明早已就爬上来 上来 上升 第三声 来 第二声 杨平音 他这个正好跟乐曲符合 他就把原来的词呢 不是这个词 他改成下来上来 太阳下去明早已就爬上来 这样唱起来朗朗上口 最典型的是后边那个尾音部分 别的那一哟 别的那一哟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别的那一哟 别的那是什么 就是小鸟 就是小鸟啊 小鸟啊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可是你要唱小鸟小鸟不好听 就保留了原先唯语里边 别的那 别的那一哟 别的那一哟 使这个少数民族风情显得更加容易 太阳下山明早已就爬上来 花儿写的明年还是一样开 没的小鸟一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别的那哟哟 别的那哟哟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所以王乐斌他改造西北民歌 这个技术含量非常高 没有这样的高人 就再好听的民歌不经过规范 可能其他民族的人 尤其汉民族的人 是很难直接理解 所以这段时间 王乐斌迎来了 整个事业上一个丰硕成果的时期 可是这个时候 他想在这继续在采风的时候 他老婆罗珊受不了了 你要在这待就待 我回兰州休养休养 就这么的王乐斌 把他老婆打了回去 所以这时候王乐斌有了一段感情经历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焚酒 独家冠名播出 这是1941年 上海著名的导演郑军李 来到大西北拍摄个电影叫《民族万岁》 这里头的音乐部分 他就找到王乐斌 你来给我负责创编这些曲 拍摄的过程当中 要用当地的演员找谁 所以按照原生太演法 就找到当地一个签户的女儿 让他这个女儿演牧羊女 签户是什么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镇长 就找到当地镇长的女儿 女儿藏族 名字叫做萨叶卓马 反正你记住 藏族女孩一般都卓马 找萨叶卓马来演 这萨叶卓马那年在时期非常漂亮 那么拍摄过程当中 就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就王乐斌得陪着这萨叶卓马 因为王乐斌在当地采风时间长了 藏语什么维吾尔语都会点 剧组就说你这个 跟当地群众演员接触 他陪着这个萨叶卓马 在草叶卓马就溜达看这些景 我那时候二十几岁 在赶羊的时候嘛 也不是故意的 不惊心的 我在他后边用马鞭子 把他的马屁股抽了一鞭子 他的马跳起来了 要是不会骑的 很容易就掉下来了 回头看一看 好像是很生气 又好像是很高兴 后来没有多大时间呢 他走到我的后边 我也没有留神 很用力的在我脊背上抽了一鞭子 可能刚才我打了他的马 那鞭子的一种抱负 后来晚上那草原上放电影 这新鲜玩意很多人看 那都没地方了 最后这卓马说 王乐斌你要看那么的吗 我不骑马上吗 你也骑马上 咱俩一块看 你这琢磨这男女 要骑一个马上 就像摩托车上似的 难免就我搂着你腰 你搬着我背 那这这这 俩人这时候 咱实求是说 你要是互相心里 没点想法 谁信呢 他肯定有点想法 这很快这个片子拍完了 王乐斌他们剧组撤出去 撤出之后 王乐斌再和卓马就没有联系 因为毕竟王乐斌有家的人 发乎情指乎理 我对你有好感 也就到这了 不能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但是王乐斌心里头 始终有这个卓马的影子 所以回去之后 他就根据这个感觉 创造了在那遥远的地方 我愿抱起了彩排 我愿抱起了彩排 而怕去放凉 你眼看着那彰彰的脚链 我愿抱起了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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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王乐斌当时呢 根据这段感情经历 创作了这首歌 就这个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 是王乐斌创作生涯当中 最旺盛 最疯产的时候 可是呢 这好景不长 他媳妇罗珊 给他拍了电报 你赶紧回来 回兰州 他说怎么的 他媳妇说 我没法跟你过 我喜欢上别人 就把王乐斌叫回来 俩儿草草的 办了离婚手里 离婚之后呢 王乐斌心里头呢 也挺别扭 可这时候 服务双制 豁不单行 有人告他 说他是共产党 私通共军 结果就把他给抓起来 判了三年 谁告他呢 这是罗珊 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后夫 这军官也知道 看他俩这样子 有点可能 哪天就死灰复燃 我不如把他 这念事给断了 去告发 因为本来 王乐斌以前 确实是 属于八路军的剧团的 结果 把他抓起来 判了三年 三年过去呢 放出来了 他身边的朋友呢 都希望说 你稳定稳定吧 别再四处漂泊了 岁数也不小了 这时候 王乐斌呢 已经32岁 别人就给他 介绍了个对象 当然这之前 介绍多少回 王乐斌不看 最后王乐斌 有点赌气了 结婚就结婚吧 我也应该稳定 人家给他介绍对象 他连剑都没剑 就同意 其实他带点赌气的成分 这个女孩呢 叫黄玉兰 当时才17岁 因为那个时候 女人17岁结婚很正常 王乐斌比他大15岁 两个人结婚 但结婚之后 这个黄玉兰特别贤惠 作为王乐斌的第二任妻子 对王乐斌照顾的非常好 两人一点点 就感情非常好 这个黄玉兰给王乐斌生了三个儿子 两人结婚到第六年头上 这黄玉兰23岁 生完第三个儿子 得病死了 这王乐斌生活又陷入了这种漂泊不定的日子 主要是还得带着撒儿子来 本来他想的就这样日子苦点苦点 平平淡淡过吧 出事了 1960年王乐斌被判刑入狱15年 说又犯了什么事了 这是莫须有的罪名 他当时写了首歌 这个歌是给新疆拍的一个话剧 叫步步跟着毛主席 主题歌 反映新疆人民热爱毛主席 名字叫萨拉姆毛主席 萨拉姆就是唯语 关于国就是想念毛主席 这歌现在不爽然还会唱的 革命族人民都热爱你 萨拉姆毛主席 我们今天这么一个歌 可是唱出去之后 有人挑毛命 说你这是要害毛主席 说怎么呢 你听了 革命族人民都热爱你 杀了毛主席 这能行吗 杀了毛主席 你要杀了毛主席 就以这个罪名 那会儿你知道这个 这真是恐怖 这摘一点这都不行 像王立冰稀里糊涂 被判了15年进监狱 但是这15年牢狱生活 王立冰没有像那三年 那么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监狱里 因为这个犯事关进去 都是知识分子 王立冰在监狱里 跟这些知识分子聊天 长了很多见识 而且这些知识分子 也在大西北长天待着 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 也有相当多的人热爱艺术 就不断的给王立冰 唱一些他们会的名歌 所以王立冰说 我要不关到监狱里 我也不可能 这么短时间内 能收集到这么多名歌 等出了监狱 那日子就非常苦了 王立冰甚至干苦力 来挣钱 还得养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 总算等到了1980年 波乱反正 给王立冰平反了 这之后 王立冰的事迹 才被广泛报道 这一会儿 这事迹就传到台湾去了 台湾有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叫三毛 三毛呢 打小就会唱王立冰的歌 一听说这个老人传心经历 咱们说我得去 当时海峡两岸没有实现三通 这三毛还娶到香港 办了一些特殊手续 来到新疆看王立冰 这是1989年的事 然后90年他又来一回 来这两次他就爱上王立冰 他俩人年龄相差都快差四五十岁了 喜欢王立冰 就甚至晚上我就住你王立冰家 我就爱上你 有人说这王立冰不喜欢三毛吗 你这么说 这个老人尤其男人 无论多大岁 他都有男女之情的欲望 三毛还才华横溢 跟王立冰能谈到一块 你还崇拜他 他没有理由不喜欢这个女人 可是问题呢 为什么后来我们都知道王立冰跟三毛 没有往前走一步 这是什么 就是动荡年代 把人给吓怕了 所以王立冰最终 没有跟三毛往前跨这一步 后来91年 三毛在台北住院的时候 据说自杀了 现在也是个疑团 到底是他自杀还怎么着 基本上说因为抑郁症自杀了 然后王立冰还给三毛写了一首歌 所以两个人的这种感情 最终其实是无疾而终 为把遗憾赎回来 我也去等待 每当月圆时 对着那橄榄树独自膜拜 就是你这么盘算一下 王立冰一辈子 那刚才咱也把他经历简单说一下 其实是挺不幸的 王立冰尽管一身孤苦 颠沛流离 遭了很多罪 但是他不认为自己是贫穷的 一无所有的人 因为他拥有这么深厚的西北民歌的艺术积淀 拥有流传范围这么广的 他创作的民歌 他认为自己在音乐领域 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人 也许正是这样 自以为富有的这种强烈的艺术信念 才能支撑着王立冰走完这漫长的一生 所以我们今天 在重新听王立冰老人的歌的时候 也会对这位富有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连故事会 老连故事会是由中国景观粉酒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